洗车机不仅效率不高 清洗后的汽车表面还留有大量污渍 面对越来越多的问题 张师傅还能否排除万难 做出合格的洗车机呢 敬请收看外发明 洗车了无痕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我爱发明 我是主持人丁熙 今天做客我们演播室的嘉宾 是来自东高地青少年科技馆的华为老师 华老师你好 你好主持人 华老师你平时怎么洗车呀 有时候在外面洗 大多数时间是自己擦 你也自己擦车呀 因为我想是要环保嘛 所以我就想着说 虽然费劲一点 但是还是要自己去洗车 其实洗的不是那么干净 因为我一般都是打两小桶水嘛 第一桶水嘛 是给汽车要打沸浴乳 然后呢就给它这个擦出泡泡来 那最后一桶的水呢 就是可以把它给擦拭干净 但每次洗出来那个车呢都是花的 确实自己洗车的时候不是太好洗 尤其是那个车顶上面 对 得够得特别高才能把两边都给擦到 我是拿拖把刷的 是吧 我就把家里那个拖把拿来 在那很费力的刷车顶啊 但是我是想到如果是老师要去洗车房的话 可能那个水的消耗会比较厉害一些 洗车呢是一个体力活 但同时也是一个技术活哈 那么关于洗车呢 我们的发明爱好者啊 有很多很多的奇思妙想 我们接下来一起去看一看 这个洗车发明究竟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惊喜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 汽车也是越来越普及 但随之而来的烦恼也很多 其中一项就是清洗和麻烦 太高的车顶够不着 太低的底盘又很难清洗 为了了解洗车店是怎么洗车的 我们的记者找到了北京一家洗车店的胡师傅 我呢想来应聘一份工作 您觉得我适合在你们这边洗车吗 洗车的话我们这边应该用 你的用的比较少 如果要做工作的话 应该是前台那边会比较少 为什么呀 因为我们这一边确实没有用到你的洗车工 这个体力的消耗量是比较大的 我看到那边有许多的洗车工具啊 我们这边会有18多传统的工具 18道 对 没想到简单的洗车竟然有18道工具 这立刻吸引了记者的好奇心 这是高压水枪 这是气枪 这是小水枪 高压水枪 小水枪 气枪 光听着名字就让记者晕头转向了 这洗起来就可想而知了 怎么您拽的时候这么轻松 怎么我拽的时候好像真的 拽不动了 我来试一下 刚才这个 胡老板他觉得我不行 但我觉得挺轻松的啊 这个打凸凸凹压很大的 反动力强 是吗 那我来试一下啊 哎呦 这个反动力好大呀 这个水枪一般大概六个压 六个压 看来水枪的喷射力度 着实不小 为了方便记者操作 工作人员决定给记者示范一下 可水枪到了他手里 如行云流水一般顺畅自然 不服输的记者决定再次挑战一下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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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了 我的这个手 我感觉 我感觉一直把我往外弹啊 其实我是特别想离得近一点 但是呢 我根本就无法靠近他 就是我瞄不准 我想洗这里 可能我最后喷到的是这里 对 枪的话人家压力大 一般刚用的时候都不习惯拿不稳 原来冲洗汽车要从车顶往下冲洗 这样流下来的污水就不会污染上层 由于要举起手臂 收枪对肩膀的反作用力就更大 冲洗难度也就更高 啊 不死完了 我感觉我的胳膊快断掉了 接下来哪个环节比较辛苦一些 打磨比较辛苦 打磨啊 打磨多好玩啊 打磨啊 多轻松 打磨是将一种溶挤 喷洒在汽车表面 用来溶解车上的灰尘和污渍 这看起来应该是最简单的才对 可既然工作人员这么说了 肯定有他的道理 那么打磨到底难在哪呢 跟我们平时洗澡用的那个搓澡筋是一样吗 差不多啊 因为有沙粒的话 沙粒都还里边 打的时候不伤车起 哦 就是有沙粒的话 它会在这个沉到这个最底下是吗 对对对 但我这样转圈擦可以吗 尽量不要转圈 这么擦的话容易把这边这边都给落下 那就是横出来 本以为擦车很简单的记者 没想到擦车还有这么多学问 为了防止落下 需要将整个车身一点不落的全擦一遍 这可是记者始料未及的 刚开始玩泡沫的轻松一扫而光 这一下可把我们的记者累得够呛 终于擦完了 看上去累吧 累 打心底里说是真累啊 结果想象中间累很多 这边擦干什么 这个擦不掉吧 稍微有点力就被擦掉 可以啊 那我再试一下啊 还真是 下面也是 突然感觉我刚才像是在做无用功了 对啊 因为很多地方你能打 看着擦很接近 我们来的话 很轻松打 可能是由于我刚才的泡沫啊 喷得太多了 所以满车的泡泡 我根本看不清 上面哪有一些顽固的污渍 就那样一带而过了 这擦车要分轻重缓急 不太脏的可以一擦而过 脏的要多擦几遍 我们的记者可是白白浪费了很多力气 不过这车身是擦完了 接下来还有轮胎呢 为了赢得胡师傅的认可 我们的记者可是使尽了全身力气 即使是一个小污点也不放过 很快记者就以为擦完了 门子我已经都弄干净了 越来越上越越烂 让它亮一点干净 看着更干净 天哪 好吧我投降了 没想到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还是没有完成 记者只好无奈地选择放弃了 不知道这车会不会得到胡师傅的认可呢 脏痕全部都还有 包括龙骨 我打泡沫的时候也不均匀 浪费量会很大 因为我的泡沫太多 可能把我的污渍挡住了是吗 从体力上说实话 我真是不祥了 它这个体力耗费量是比较大的 太冷的时候手会冻少 大伙也不方便 看来人工洗车真的很辛苦 那有没有洗车的机器呢 发明人张应 发明项目洗车机器人 张应湖北省孝赶人 地地道道的农民出身 从小就喜欢军事的他 长大后也是怀着一腔热血来到了北京 每次看到和军事有关的器材 总会像个孩子一样先过把手引 一次偶然 得知好友因为洗车和家里的爱人闹翻 便萌生了研发一台洗车机的想法 只是这机器研发 需要大量的时间和技术沉淀 经过长时间的实践摸索 机器还真被张师傅研发出来了 只是这机器又会是什么样呢 正在记者为洗车的事一筹莫展的时候 张师傅却意外地出现了 可以洗车机吗 什么洗车设备啊 跟这儿的不一样吗 这个肯定不一样了 我们那个设备比人工的要省力一点 而且还省水 是吗 对对对 关键是我这个力气小 如果我去洗的话我可以洗吗 当然可以洗了 我们那个机器不管男人还是女人 还是小孩都可以操作 你是来打场了吗 可以走可以走 我觉得挺好的 要不然我们去看一下吧 不行 这老板发现了会扣公纸的 没事吧 离这远吗 就在前面 行 大哥 那您带我们去吧 没想到说曹操曹操就到 这张师傅发明的洗车机 又会是什么样子呢 就是这个呀 对对对 你确定是这个吗 这是什么 是洗车的吗 这个洗的话不也靠人工吗 这下是人工 比人工的实力多了呀 这个不就是游乐园里的这种打靶的这种娱乐项目吗 你看我那个高压手枪像什么 看到没有 我们去看一下 这张师傅发明的机器真的是洗车的吗 再怎么看也不像啊 小时候嘛就特别想当兵嘛 不是 对吧 所以我做这个设备的时候 首先想到 我这个高压手枪 如果说设计成一种枪的模式的话 是不是觉得很好玩呢 对吧 这个也是高压水枪 我给它包装了一下 对包装一下 而且就社会性就增加了呀 你看您这个设计啊 这个应该是木头做的吧 对对对 这是木头做的 那您的手好巧啊 对我们自己雕刻 往外面雕刻出来的这种 它来着拿着水感觉很累 像我这种的话感觉累 上面有一个滑形的轨道 对吧 那吊着这个机械臂向前移动 对吧 还有这个弹簧还没有 我们那个水枪是必须得直接拿在手里 所以它的这个压力非常大 然后这个反作用力也很大 所以我非常的吃力 然后这个呢 它可能有一个架子 上面也有弹簧 所以就把一部分力 就要分担了 分解掉了嘛 这个是用来 定位的 那什么样的车都能洗吗 对对 基本上中型车都可以洗吧 看起来能省力一些吧 嗯 好玩省力 你觉得呢 我感觉 这就是高压箱改的 多加了一个外壳而已 我感觉要真正洗车的话 还不算太方便 这机器会不会中看不中用呢 为此我们的记者迫不及待的 想要试一下 啊 扫射了 我轻轻也认识舒服了 这个压力是不是会小啊 压力有八公斤的压力了 这个 听张师傅这么一说 感觉机器还真像那么回事 不久 机器的外形 便引来了附近人的围观 那你觉得这个操作起来怎么样 给人的感觉是好像蛮轻松啊 就是不知道洗的干不干净 还以为是 就是小孩子来游能娱乐的 哦 你 你是以为是我们在搭那个游乐场 是吗 对对对 很像 但是我之前没有洗过车 因为就是说 以前的手工洗车的话 它会很脏嘛 会喷到身上 如果就是说 以后可以开过来 我自己在这里洗 嗯 也不会觉得脏啊 对 也不怕弄脏自己的衣服裤子了 看到这么好玩的洗车机器 群众都忍不住 把它当成水枪 玩得不亦乐乎 这么好玩的东西 刚才我们大家都体验了一把 我看大家都玩欢了 你们觉得这个能洗干净车吗 能洗干净车 干净这个水枪挺有力的 通过刚才的追逐 为机器寄来了不少的粉丝 可机器最重要的 还是洗车的效果 又会不会得到 观众的认可呢 这个车已经放了 很长时间了 没有洗了 就光看这个车啊 你们猜测一下 这个应该是放了几天的车 大概应该放了 有一个星期左右吧 嗯 有一个礼拜了 有一个礼拜了 回答证券吗 我这个车放了 差不多二十多天呢 放了二十多天了 机器还能洗干净吗 冲着刚才的兴奋劲 一名群众决定来试一试 怎么样啊大哥 你这跑了几车 跑了几车真累啊 太累了 太累了 洗车的时候 是它的这个反弹力度 嗯 跟玩的力度是不一样的 还是有点累 感觉这个车洗的还挺干净 但是还是有一点不好 就是洗的时候那个水嘛 冲击力太大 然后它就把那个水的屋子 都垫到我身上了 没想到刚才还说好的群众 现在都慢慢改变了态度 这工作人员 又会怎么看这台机器呢 感觉照我那水枪是挺省力的 不过用起来好像是很 没有那个方便灵活 你感觉哪个地方比较难冲 像鞠鱼啊 咕噜之类的 因为它枪很高的 只能往下冲 原来由于水枪位置过高 冲起轮毂和底盘 就会变得很费劲 就在机器测试的时候 汽车店的老板胡师傅 却意外地找来了 这就是你们说的那个设备啊 对啊 你感觉这个是挺好玩的 这个设备 我这感觉到根本都不是一台设备 这只是一把水枪 又玩具而已 哪里真的它设备啊 就从它的外观造型和这个框架 放到我们店 占地的面积 占地面积确实是有点点 比那边可以大一点 但是这边呢 我就说 比那边省力可以有省力一点 看到没有 我这点不需要让人拎起来个枪 就直接放在上面可以了 首先我不考虑到它占地的问题 就我光人工飞上去了之后 洗出来的一台车 出的效率问题 应该使得都会超过20分钟以上 我这个应该说一个人洗 差不多就20分钟可以洗好 你来有两个人洗 对不对 这就人就七十八十哪一个人的呀 这是我自己 我不相信的这一块 要不再去试呀 看看 这个都是没问题 如果你愿意说尝试一下 我也愿意很期待 看一下我们洗出来的效果 没想到 胡师傅刚来 就和张师傅的机器杠上了 在这么多人面前 张师傅可不愿丢了面子 只是这机器 只能喷水 不能喷泡沫 这在一定程度上 也增加了时间成本 机器能为张师傅迎来转机吗 经过一段时间的忙碌 机器终于擦完了 好了擦好了 擦好了 好时间到 好 我这儿停下来了 我们先都猜测一下 你觉得你刚才大概用了多长时间 应该十五六分钟吧 十五六 您觉得呢 二十分钟以上 二十分钟 对 好 我们的结果就是二十一分钟 还真被你说准了 它实际上来讲的话 不止二十一分钟 因为它前面有一次是一个冲水的环节 我们帮它给省掉了 那您验收一下 可以 好不好 这个地方 灰都没有冲掉 完全这种质量的话 在洗射当中是不允许的 这个死角没有死到 对对对 大家也可以到后面来看一下 这个稳步端 这个好像就更加明显 对对对 浮灰全部在上面 用手这样轻轻只要拉一下 就可以看得出来 明显的一些环节 整个车的过程当中 下边梁我们应该是 大家可以蹲线来看一下 它这个后面的后缸下面 下壶板这一块 完全是冲不到的用 还有局域限制 甚至于 又水纳的一些工序 它这边是完全没有体现出来的 这样子洗出来的车会伤车漆 到时候会越差变成哑光 毕竟我自己不是 是专业的洗车出生的嘛 只是凭着自己的爱好兴趣 来设计这款洗车的机械 我看到你这第一次 这样子洗的这种机器设备的 说个难听点 我对你都已经大肆死亡 都不是我们所想的那一套 胡师傅的一番话 深深触动了张师傅的内心 原本出于爱好研发的机器 又能否继续研发下去 其实华老师 这个洗车装置啊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啊 但是现在好像有一些 有一些呆萌嘛 就是说好像它一直固定在那里 好像我们不是能够 很灵活的去运用它 您觉得呢 它是为了让我们比较省力 因为如果水的这个压力比较大 我们可能胳膊会比较累 所以它把这个喷头这个装置呢 把它固定在一个架子上面了 虽然可以简单的移动 但实际上它离地还有一点距离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没法清洗到这个车底盘 或者是轮子一些边边角角的位置 另外呢就是有一个问题 它现在的这个喷头只能出水 像您所说的如果我们想要给它打一些泡沫 还有一些去污济的话 实际上是没法做到的 所以它这个呢还需要做一些改进 比如说把它这个管线的这个分路 给它做多一点 这边出泡沫 这边出水 而且它这个角度还要再灵活一点 才能达到我们一般洗车的这种目的 您刚才提的几个问题都特别特别好 而且我也想知道 这些问题是不是可以马上能够解决掉 解决之后的效果究竟是怎么样呢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发明人该如何解决这些难题 经历了上一次的失败 无疑给张师傅带来沉重的打击 回想起以前怀着一腔热血 通宵打蛋研制出来的机器 就这么一败涂地 张师傅的心里就像截了个疙瘩一样 总过不去这个坎 由于骨子里对军人的热爱 张师傅总有一骨子倔强 要想战胜敌人 最好的办法就是先了解敌人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张师傅亲自着手给车清理 以实际操作来积累经验 一凑然 张师傅发现小孩子玩的喷枪 施家的气压越大 水喷射的距离就越远 水压就越大 再根据汽车的外形 来分布设计喷头 不就解决了清理有死角 和不干净的问题了吗 既然有了思路 设计就是时间问题了 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加工 机器终于做出来了 这改好的机器又会是什么样子呢 为此 我们的记者再次找到了张师傅 这个喷头现在有多少个 现在基本上16个喷头了 现在 而且这个喷头好像还不太一样了 通过那个电器原理嘛 让这个喷头就旋转起来 为什么要把这个喷头弄成旋转式的呢 因为旋转式的话 它的接触面积大嘛 如果说你只是两个点的话 像这两个枪头的话 它只喷两个点 而旋转起的话 面积更大 它生气更干净嘛 上面为什么不设计成这种旋转式的呢 看看是不是洗得非常干净 在下面洗到脏水上面那边 对吧 都是车上洗下来的嘛 您这辆车其实还是蛮干净的 不过我也看到了 对对 这些地方还是有一些 有些脏的 对有一些污渍的 只是相对而言还是不干净的 相对比别的车稍微干净点 这个车也有几天没洗了 你预计一下 一会儿像这辆车这个脏的程度啊 洗多少遍就能洗好 这个基本上就是说三遍洗好了嘛 一遍冲 一遍打磨 对 上次可是冲了好多遍都没冲起干净 这次只冲三遍 能洗得干净吗 现在开始喷泡沫了 对对对 经过一段时间冲洗 终于洗完了 效果又会是什么样呢 现在等于是走了三遍啊 对对对 我刚才也帮您计时啊 您看用了三分多钟 这儿的这个污渍确实是都没有了 对对对 这个呢 这个好像车上的擦盆 应该不是那个洗车可以洗干净的 哦 这个确实是擦不掉 张师傅 您这个上面全都是这个水啊 对对 这还是有一部分水的上面 没搞干净 还是要擦一下的 对 如果不擦的话 这个水自干净后 其实还是蛮难看的 没想到机器清洗还可以 擦干却需要人工 这样的机器 会得到胡师傅的认可吗 为此我们找到了胡师傅 我这边现在里面我客服多得要是这么忙 我哪里有时间验到去看你那些破玩意儿 效果都不怎么样的 现在效果基本上不错 您要么车船去看一下 嗯 刚才我去看了一下还不错 可以吗 哦 我看起来挺好的 要不您再去看一下 传统洗车深入人心 面对人工队和生活中各种顽骨污的挑战 新型机器还能否反败为胜 获得胡师傅和大众的认可呢 敬请收看外发明 最终在记者的劝说下 胡师傅还是决定再来看一看 但由于对上一次机器的失望 胡师傅对新机器并不怎么看好 这台车应该是本来就比较干净的吧 这里都能看出来啊 工地上面的这边特别是那个黄泥巴 它的结构性就会比较强 这样子的话应该是洗不得那么彻底 黄固性的我都也可以洗干净的 你看我多少喷头啊 我这十几个喷头啊 差不多二十个喷头了 十几个喷头里的冲击力没有那一个大 冲击也大呀 有九公斤的压力 打到之后那个冲击力就大了呀 那肯定就可以洗干净的呀 我那边现在就有县城的车辆在那里排着对洗的 正好我们可以 可以啊 试一下是吧 看是我们的人工 还是我们的设备 既然谁都不服水 那就比试测试一下吧 为此我们找来了两辆经常出入工地的车辆 看水洗得更快更好 为获胜方 很快 现场就准备妥当了 相比较而言 那一辆呢 好像是稍微干净一些啊 这一辆实在是惨不忍睹了 太脏了 那如果两边洗的话 谁愿意洗这个更脏一些的 我觉得这个还是能够来洗 它这一台机器 我都不相信它能够洗得干净 这个是没问题的 这个车一定可以洗干净 来不说更没问题了 那你是愿意让师傅们洗呢 还是想让这个机器洗 我还是说还是人工 人工以前给我洗的我都挺满意 我就不相信这个机器能干过人工 因为人工是老传统 人的窝也关键是 既然双方都相信人工 为了保险起见 我们决定最脏的车由人工来洗 面对相比之前更脏的车 我们的机器还能应付得来吗 这个轮子很脏啊 确实很脏 你很多 这么脏的车之前洗过吗 洗过多冲两遍 一会儿打门 再拿麻布好好擦一擦 应该能干净 而且我发现 为什么你在旁边站着 也不帮忙呢 这两工具的话 一个人就够了 一个人就够了 对 可是你们两边是在比听啊 还这么轻松啊 感觉 没事 虽然嘴上说着没事 可这厚厚的污泥 可是很难清理的 需要反复的冲刷清洗 这相比机器就会漫出很多 十六天刷一次 十多天才刷一次 你刷完了刷干净了 回到工地还是一样 那你看那个机器那边洗的吗 我看了 但是我看了 那个我看桌里面 瞅得挺好玩的 但是洗的啊 还是不敢最满 后面有点挖的 刺不到 人工啊 他可以拿枪啊 再挖吹骨的底 他能落刺了 咱们师傅这边洗的 还是挺仔细的 对对对 洗的挺好 面对这样的污泥 人工都要经过反复的冲刷 机器这边只冲刷一次 就能冲洗干净吗 面对车主的质疑 张师傅可是很有信心 很快机器就开始喷洒泡沫了 面对机器的速度优势 人工这边也是倍感压力 不由的加快了速度 您不是说一个人可以吗 怎么你也上手了 对 因为那车实在是太短了 他一个人可能洗不干净 所以我发现 他过了一件的低端 好像你又过了一件细节啊 对对对 基本上就是可以打门 人工开始打磨了 而机器这边 已经很快打完泡沫 开始冲洗了 我说人工队 你可加油啊 很快机器这边就冲洗完毕了 可效果又会是什么样呢 我们这边用的是2分59秒 59 马上就3分钟了 真的有关系 现在等于是已经冲洗完了 我们来去验收一下吧 这个后面了 不够全部都还在 这一块好像都是凹进去的 对 它的那一块 我刚刚仔细的有看过 它只能够冲洗到平面的表面 也就是它的凹吐部分 是冲洗不到的 你看我们机盖上面的痕迹 也全部还在 这个好明显呢 对 到处都是 我们用手指甲轻轻这样子一蹭 都可以看得到 已经全部就干净了 所以说它的免擦死的这一套工序 是不能够省去的 我还以为你是这么大的机器 可能就一遍就完事了 你说没想到还得擦一遍 你知道吗 你这得多长时间呢 这得不得半天 要不要不要 也就三五分钟时间吧 没想到车上还留有这么多的乌痕 这也让本来就对机器 并不看好的车主更加失望 这好不容易迎来的时间优势 也随着擦拭 慢慢消耗 几乎和人工同时完成 还得说是人工擦的 你看水也没有 这擦的都干净 这头衔来的时候造成山上了的 来的时候那么脏 那么多泥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洗出来特感觉 特满意 机器这边又会是什么样子呢 都一样的 这不擦掉吗 就是一开始 一开始洗成那样是肯定不行吗 那是肯定不行 那你给那 虽然说是免费 但开出去也丢人的问题是 其实它这个还是有一定的拘役性 看到这边有一个死角 这旁边 它就会根本洗不到的 还真是啊 我们都没注意到 都没注意到 都没看着 这块背书 这死角插不下去 但是我们这个机器说明 就有一定的局限性了 对对对 可能就是说 这是需要改进的地方 华老师 我觉得这台机器 还是比第一代要好很多 这是值得肯定的 但是 我觉得这个车 依然没有洗干净 大家觉得呢 是不是 它这个水压不够 而且呢 如果它离得太近 它的这个面积就覆盖不到 那它洗的面积比较小 可能洗不干净 如果它离得特别远呢 那这个面积很大 力度又不够 所以呢 它这个是需要进行一个调整的 找到它一个比较合适的距离 比较合适的压力 好 那么到现在呢 我觉得呀 我们离这台成功的洗车机 已经越来越近了 我们解决了很多很多的问题 那么接下来 针对您刚才说的这些问题 究竟该如何解决呢 我们一起跟随记者 再去了解一下 经历了上一次的失败 一段时间内 张师傅很是消沉 看着来来往往的车辆 川流不息 张师傅越发的感觉 自己就像是 洪流中的一颗小石头 郁闷不安 是什么支撑 他在北京这样一个大都市里坚守着 每到这个时候 张师傅总会想起家人 想起在他背后 默默支持的妻子 每年就是说 只能回来就一次 或者说最多两次 跟老家 平时是没有时间回去的 因为做这个东西 你也知道 有投入相当大的人力的 为了不让我分心 直到最近才告诉我 就跟女儿一起 外面打工去了 可以说就是说 一直在背后默默地为我付出 正因为有了家才有了牵挂 正是妻子和孩子 在背后的默默付出 给了张师傅更多 抗击这股洪流的强大力量 在没有思路的时候 张师傅总爱去公园走走 看着前人们用血汗铸造的封碑 张师傅心里也就开阔了很多 经过不停地研究讨论 设计总结再讨论 新机器终于做出来了 做好的机器又会是什么样子呢 为此我们的记者再次找到了张师傅 张师傅 他这个手臂呢可以就是说 360度弦转的 可以无死角的 把车上的那种 这样的全部洗干净 跟住你那个车的大小 它会自动调节 你车的距离是25到30公分 压力差不多有40公斤吧 这个40公斤的压力 不会对我们的车体产生这个破坏吗 40公斤的压力 它这一个属于雾状的喷射 很不会的 像是摇摆式的喷头对吧 都改式喷的了 压力会更大 洗得更干净 更彻底 这一块管车是水晶痘精功能 对车身就是说进行一种保护 让车身就是说更光亮 我也增加一种那个 上光水纳功能 也是对车身进行保护的 还有这点咯 我增加了四个风机 就不需要人来擦拭车子了 最后它会把车自动风干 我们根据实际情况 自己研发了那个高分子的分解泡沫 对那个车身就是说一种 进行一种脏的物质的分解 这样会在压力增加的情况下 会洗得更干净 不知道刚才进来的时候 有没有在门口看见 那个有一个刷卡机 看到了吗 没太注意 我们只要说在那个地方一刷卡之后 那么你的车进行一种 那个LED的小型引导 直接开进来 就可以进行一种 全自动无人化的操作 这次洗干净一辆车 需要多长时间 这次基本上是三到五分钟 如果是惊喜的话 那么是五分钟 您现在的这个凹通面 还洗得干净吗 可以 没问题 现在都洗得干净 对于顽固性的污渍 应该是去除不了的 这个您放心好了 我们现在新研发一种 叫做顽固污渍分解剂 而且有个压力 它也增加了 那肯定把这车 肯定可以洗干净 机器真的有张师傅 说得那么好吗 为此我们决定 实际检测一下 传统洗车队和机器队 分别在路上拉活 时间为两个小时 看水洗得多 洗得好为获胜方 这次面对的 可是生活中出现的各种污渍 机器能经得住考验吗 那边没有干嘛 那边也是免费汽车 我们在搞一个比赛 我们这边是机器人洗的 他们那边人工洗的 你愿意让机器洗 还是愿意让人洗啊 机器洗 机器洗 我们来了一个 看到没有 有没有 有吗 抓紧了 抓紧了 我们这就来几个了 没想到机器率先迎来了第一辆车 这可让张师傅心里美美的 可是别得意太早 人工队这边也迎来了第一辆车 这两个区别是什么呀 机器洗的话是无接触的 人工洗会在 比较那个 就是不管是您的 什么样的车辆 都洗得比较干净 传统的洗法 传统的洗法 那机器洗 我自己在哪边 人工洗在哪边 人工洗是在这边 想体验一下机器洗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您还是最好的选择一下 人工洗 人工洗的比较工序 这方面18号工序 偶射的精洗 这样子会洗得比较干净 通常都是人工洗 没有好事过机器 想体验一下吧 没想到 人工队刚刚迎来的第一辆车 最终却选择了机器洗 这可让张师傅足足了一次笑话 可接下来的情况 张师傅却怎么也笑不出来了 由于地处交叉路口 很少会有车辆愿意停下来 因此双方不得不转移阵地 来寻找更多的车 什么洗法 我们这里有机器车和人工洗车两种 比以前一般是什么洗的 人工洗的 人工洗确实 人工洗的比较传统一点 然后在它的边角缝 它的一些灰尘 管工性的污渍 和处理的比较好一点 我建议你还是能工洗 现在这个社会向前一直的发展 这个机器洗 肯定比人工洗的更加快 更加好 而且时间短 机器洗 全是清除机器啊 对 我们自己研发出来的一种设备 它的那种干净的话 应该比不上人工 人工洗的比较细致 绝对比你人工洗的好呀 有点啊 我们就赖你 没试过那个机器 我试一下吧 眼看张师傅那边的车越来越多 胡师傅也不得不使出杀手锏 在胡师傅的游水 越来越多的车主选择了人工 这可给张师傅带来不小的压力 接下来这位车主又如何选择呢 免费的 人工洗 人工 没问题 行了 我就想 远远远远远远 就在旁边 好吧 怎么样 还是我们能工洗的比较牛吧 你看 今天大部分的车主 全部都是选择我们能工 不管你是吹的怎么样 最后洗出来结果 才是最主要的 四螺子四马拉水 六一六 就在两人为争夺车主打的火热的时候 张师傅这边却出了问题 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就是我们的全自动智能的清洗车机 你这种洗的干不干净会划车啊 不可能出现出划车的现象 清洗非常干净 车是怎么有点悬啊 那你先试试吧 你先来试吧 就别的 你的车好 把你的车划了 我不信了 我看这大哥那个车挺干的 要不然这位大哥先试 行行 你试一试吧 你试吧 没想到 刚才还想尝尝馅儿的车主 看到机器后 反而不愿意洗了 这机器有这么可怕吗 为此 工作人员不得不把张师傅找过来 看到张师傅离开 胡师傅也不放心店里的情况 赶了回去 看到店里已经开始清洗了 胡师傅不由地松了口气 可这机器这边又会是什么样了呢 张师傅的到来 最终打消了车主的顾虑 终于有人愿意第一个洗了 LED显示屏看来没有 让你还往前进 这个车还是停在这个位置 还没停到位 看这里力度还是比较大的 我想干净做应该是没问题的 基本上这一车下来 就是差不多40秒 如果是军洗的话 那么就是60秒时间 它这个还好了 只要梳洗下就可以了 不是太脏 这个时候是什么东西啊 这是一个水晶动精功能 这个喷洒就是说 让这个车层表面 就是说形成一层保护膜 让这个车就更加有光亮 说话间 机器开始冲洗泡沫 巨大的水气 瞬间打在了三个人身上 这个威力还是挺大的 这个吓得太大了 汽车上的污渍经过分解液的分解 在巨大的水压冲击下 顺着车体流到地上 车体就被清洗干净了 水珠则在风机的吹动下 聚集蒸发 很快汽车就清洗完成了 只是这清洗的质量 又会怎么样呢 特别亮 这么亮了 班军没看到吗 刚才最后一步啊 就是一个烘干的一个环节 还是有一点点水字在上面 这个只要外面风雨吹 基本上就没有了 这个你们觉得影响吗 这不影响 没啥影响 那感觉怎么样 觉得挺好 挺好啊 那现在还敢不敢去洗了 敢 来 谁去洗 我来我 你来 好 来 眼看第一辆车 清洗的效果还不错 车主们也渐渐放下了心里的担忧 这第二辆车清洗的效果 又会是什么样子呢 继续节省了时间 然后那个洗的也非常干净 这个洗车的时候 你觉得哪比较麻烦 觉得咱们这车下边 还有那个杆栏里边 挺难洗的 那你觉得它这个机器 今天表现的 你觉得哪洗的比较好 我觉得咱们那就是比较难处理的地方 洗的都挺干净的 这个机器手会挺新鲜的 而且省事 一看效果呢 比人工的还要好 随着时间推移 机器这边 过来洗车的人 越来越多 人工这边 又是什么情况呢 你这个车现在已经洗干净了 我不知道之前开过来是什么样子 哎呀 好伤啊 几乎半多月没动了 太高了 洗不到 这车一半的 咱们不蹬蹬了 不能踢了 这上面根本是洗脖子 洗不到位 原来遇到比较高的车 车顶清洗 就变得越发的困难 即使是洗车垫 也要费很大的力气 才能冲洗干净 那您最今天洗的这个满意吗 六分以上啊是满意 六分以下是不满意 满分是十分 那就写十分呗 十分 看来评价还是非常高啊 那你把这个贴上去 直接贴上去是吧 对 我发现您是这里边唯一的女性啊 是啊 嗯 而且您这个喷水这个工作 也需要您来做啊 可以做 可以做 这个学校拿来的时候有吃力吗 嗯 有一点点 习惯啊 你们这边获胜的可能性大 还是他们那边 肯定我们这边啊 为什么呀 因为我们人工洗的肯定比较 那个仔细一点 嗯 你车里面的缝隙啊 什么擦的比较到位 你知道吧 我觉得人工洗的要比机器洗的干净 关键是那边我没见过 而且我特别担心那个 你看这些养粪啊什么的 能不能洗干净啊 嗯 所以人工洗的话我比较放心 然后我挺担心那个 机器会不会把车会不小心刮到啊什么的 就很麻烦 看来传统的洗车也是深入人心 看着工作人员这么认真 不由得让人为机器有些担心 找这样下去 机器还能赢得这场比赛吗 9点9分 那0点1分扣在哪了呢 还是说因为上边这个写的是9点9 所以你也要选9点9呢 9点9就行了 那不可能是太好的特别是吧 第一次碰见像这样洗得特别干净的点 手都洗了 留出0点1分吧 然后给他们继续努力 给一个提供的空间 对对对对 如果我给他10分 我怕我下次再来洗车的时候 他们骄傲了 那个洗车机您是没有体验 如果以后还有机会的话 您愿意去 我觉得以后有机会的话 这个 我要问一下在那洗过的 那个朋友们 如果真的他们说是 洗得不错 而且就说对车也没有任何的一个损伤的话 我觉得我乐意尝试一下 那一会儿愿不愿意跟我一起过去 我们去看一下 当然愿意 既然大多数人对机器持有保守的态度 那正好可以一起来看看机器工作中的效果 这个是刚洗出来的一部车 你看一下 我看看 我看看 你们这个车 这个洗这么干净 怎么冲洗的 我们有自己研发的顽固污渍分解液 喷洒之后 让这个顽固的污渍 能够一个进行软化 最后经过一个冲洗之后 那么上面基本上就没有什么顽固的污渍了 拿着手背这么摸一下 特别的光滑 然后你这是人工打过蜡吗 还是怎么回事 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还有独立的水晶痘精功能 喷洒之后 上面就说好像一层保护膜一样 就是跟车有一个保护来 对 所以那膜上好像很光滑一样 说话间 一辆满是泥巴的汽车驶入操作间 在巨大水汽的冲刷下 泥巴很快溶解消散 会成一条条黄色的细流 很快车体表面就清洁了很多 这也引来了车主的好奇 洗的时候呢 我确实不想洗 因为我不知道这个机器到底行不行 会不会把我车也刮伤了 但是洗完之后看这个效果呢 真不错 洗得真挺好 车也没刮伤 一些死角之类它都能洗得到 这我觉得是意想不到的 我觉得可以打个十分吧 这个评价好高啊 刚才转圈特意看了一下了 感觉洗得怎么样 挺好挺不错的 时间特别快 室内可能就是说清理不到 然后我打个9.8分 但是吧 你们今天洗了多少量 我们现在已经洗6量了 已经有6量了 对 您再怎么样 我看你们的速度倒是挺快的 我现在也不知道我那边怎么样 我刚过来的时候正在洗着了 我们那边现在怎么样还进行呢 一切正常 这样子 他们这边已经都洗了6量了 我们的速度也要跟进 在注意那个质量的同时啊 尽量的加快一点 尽量的加快一点 要不然这样子底下去的话 恐怕我们会失误 然后再把那个速度啊 与质量都加强一下 看着机器洗出来的效果还不错 胡师傅明显开始着急了 不停地催促工作人员快点 很快时间就到了 比赛结果又会是什么样子呢 您看了一下吗 我还没注意到 还没有注意到啊 对对对 还没看我们胡老板那边的 没有看 那您看他这边了吗 我这边也没看到 你也没看到 那你猜测一下 他这边洗多少量 应该洗8量吧 我估计他们那边最多就 6 7量吧 6 7量 总是是比自己对的要少 是吗 对对对 那好 我们就是看一下 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们师傅们 这边洗多少量 可以可以 来我们来看一下 2 4 6 8 8 8量比您说的要多一量 2 4 6 8 10 11 12您还少数一个 应该从整体来讲的话 洗得比较干净 但是它的这个机器上面的 那一个风釉和上光的一个功能呢 是我们目前一个人工 要单独加进去的 所以说它的这个机器设计的构造 还是比较完美的 洗出来的质量也相当漂亮 车洗得又干净又亮 我觉得这个呀 值得推广 应该大量的推广 能等以后我们 这个车啊 一开出车库 它就有一个这么 很方便的洗车的 大家也节约时间 很好 我现在对它改变了看法 我小时候是爱贪玩的人 我们就爱说觉得我是不务正义 但通过这设备呢 我觉得自己已经 获得了成功 所以非常感谢我们的胡老板 能够在摆忙之中来 也希望您的这个机器呢 到时候给我们店 包括我们公司 带来一定的收益 这是我们投资的一个方向 张师傅研发的洗车机 经过三大改进 克服了冲洗不彻底 和效率低的问题 有效解决了传统洗车 费时费工 效率慢的问题 发明人制作的这个洗车机呢 非常鲜明的特点 就是采用了高压射流 来参与洗车 那么这个高压射流呢 一方面可以剥离 附着在车表面上的污污 同时呢 这个射流的水 也直接就把污污带走了 所以说剥离和带走污污的过程 非常连贯 所以洗车效率非常高 同时呢 我们看到这个洗车机 在后期的吹风和烘干的过程中呢 产生了很多死角 这是由于鼓风机和出气的点的固执 目前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优化 所以我们希望发明人呢 后续的在这个吹风这个环节 烘干的环节呢 进行进一步的完善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我们的联络方式就在屏幕的下方 您可以登陆 我爱发明的官方网站 或者是新浪微博 好 再一次感谢我们的科学顾问 华为老师 也谢谢电视机前的您 收看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继续锁定科教频道 其他精彩节目 我是丁熙 下期再见 路肩铺路修路的基准 长久以来 却只能由人工一鲜一铲地干 它看似卡车 却能将土料精准马放 它体型沉重 却能在施工环境中灵活行进 这台全自动的路肩成型机 究竟是如何实践 路肩的铺设 它的发明之路上 还有什么故事呢 敬请收看 我爱发明 路肩成型记